最新的研究发现 微量的抗癌药物托普迪肯 在动物实验上可抑制 冠状病毒引起的肺部炎症 是的 那么参与研究的国大癌症中心指出 这款癌症化疗药物 有助降低冠病患者的重症和死亡风险 再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托普迪肯常用来治疗肺癌 卵巢癌和子宫颈癌 国大癌症中心和美国纽约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 过去一年来合作 就这款药物展开临床前测试 研究团队发现 在抑制冠病时 它能够降低肺部发炎的程度 从而降低死亡率 这个药托普迪肯这个药 已经用在癌症治疗已经25年了 所以等于这整个概念 是旧药新用这个概念 而且再加上在这个研究里面 动物的研究是显示 它所需要的剂量是非常低的 就是跟癌症治疗的这个剂量来相比 是只有五分之一 所以它的安全度是会比较高的 研究团队也指出 重要的是托普迪肯不仅容易取得 成本也较低 一剂约60元 那我们知道世界各国有很多国家 还没有办法取得疫苗 而且它的那个冠病的病例 还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 对这个病人就是得这个存活率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了 至于这款药物对冠病患者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研究团队表示 将在人体进行测试后才能确定 下来6到12个月 国道癌症中心将进行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 由于本地没有患上冠病的癌症病患 因此中心以同印度一所医院合作 招募当地20名病患来参与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